镜头来到日本 驻日代表谢长廷出席第二届台日交流高峰会后 紧接着来到大阪参加大阪中华总会举办的欢迎晚宴 大阪中华总会会长洪盛信表示 台日友好是全体侨民的期待 那么谢长廷也呼吁侨胞们共同打造更紧密的台日关系 作为世界的典范 当驻日代表谢长廷一到场 立刻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 这是由大阪中华总会 为了迎接谢长廷代表旅行所举办的欢迎会 包括前众议员中山正辉 大阪府议员松本立明等多位日本政要 集住大阪办事处人员朝团朝令都出席共襄盛举 大阪中华总会会长洪盛信 首先介绍谢长廷代表的薛经历 并希望在谢代表的带领下 台日关系能更上一层楼 谢长廷支持时表示 台日在震灾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袭击下 相互扶持 建立起友好的情意 希望未来能和大家一起创造 比邦交国更友好的台日关系 接着众议院议员佐藤璋表示 驻日代表由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出任 看得出蔡英文总统对日本的重视 亚东清善协会会长大江康宏表示 曾经留学京都的谢长廷担任驻日代表 以及在大阪出生的前驻大阪办事处长张仁九 将出任驻日副代表 日方也应该为台日关系全力以赴 最后张处长带领全场干杯 祝台日友谊永存 谢代表也透过枪会听取侨情 为推动两国发展而努力 台湾宏观电视吴敏如 日本大阪 台湾报导